大家好,這個單元介紹分割畫面轉場 單元中會運用到複製效果 關鍵隔點,隔點複製,匯入、匯出、緩入、緩出等等 匯入素材,首先開啟Premiere Pro CC 左下角,專案視窗或稱項目葉簽,按左鍵兩下 匯入素材,這裡使用的素材 檔案名稱為分割畫面轉場素材 預覽素材,將游標放在素材上,按滑鼠左鍵兩下 與來源視窗,預覽素材 建立時間軸,建立時間軸上編輯軌道 游標放在素材上,按住滑鼠左鍵 拖曳到空白時間軸 放開滑鼠左鍵即可建立 套用複製,套用複製效果 選擇效果 在搜尋搜尋核,在搜尋欄位裡 鍵入複製 找到複製效果 將其拖曳到所要套用的素材畫面上 設定效果 點選效果控制項頁 效果屬性 會出現在效果控制項 視窗內 此時屬性並沒有出現 是因為沒有點選所要顯示的素材 我們要3x3的分割畫面 在複製效果 技術的欄位 目前是2 所代表的意思是 橫向兩個畫面 縱向兩個畫面 所以我們將技術的數值 改成3 按Enter鍵 這時候 節目視窗裡的畫面 就成了9分割 設定關鍵格點 素材目前是9分割的畫面呈現 影片播放的過程 中央的分割畫面放大成為全螢幕 這時要運用到關鍵格點 也就是畫面變化的時間點 為了清楚分辨素材 我們可以按加號 不過要注意的是 必須在因素模式下 選擇序列 按加號 可以放大素材的顯示 聲音軌道部分 可以將滑鼠游標 放在聲音軌道前方的位置 按住ALTO的鍵 滑鼠滾輪向上滾動 可以放大卷軸的顯示 或者是在右邊的卷軸控制點 按住滑鼠左鍵 向上或向下 也可以改變聲音軌道 也可以改變聲音軌道的顯示大小 設定關鍵格點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這裡我們設定 這裡我們設定第一個關鍵格點 在效果控制向視窗裡 縮放前 馬表圖示 按滑鼠左鍵 建立第一個關鍵格點 恭喜大家能夠 在這邊按添加關鍵格點 按向上到上一個關鍵格點 從第一個關鍵格點時 是九分科的畫面 第二個關鍵格點 我們要將縮放設為300% 也就是放大三倍 讓分割畫面的中央小畫面 變成全螢幕 我們在縮放 輸入數值300 按Enter鍵 原本在中央的分割畫面 會呈現為全螢幕 很快樂 恭喜大家能夠 浮會原本 格點緩入與緩出 畫面的呈現 於關鍵格點上 改變能較為平順 可以在第一個關鍵格點上 按右鍵選緩出 第二個關鍵格點 按右鍵選擇緩入 讓畫面的呈現更加平順 很快樂 恭喜大家能夠 浮會圓滿 提升畫質 從分割畫面中央 放大為全螢幕 放大後畫質會變差 解決方法是 套用一個原始素材畫面 來保有原本的畫質 點選來源視窗 我們僅選擇畫面部分 拖移到V2這個軌道 複製關鍵格點 在上層V2的畫面 要隨著下層V1的大小縮放 做法上 可以複製V1的關鍵格點 到V2去 首先我們點選V1 將播放點移動到第一個關鍵格點 點選V2 在縮放前 碼表圖示按滑鼠左鍵 增加一個關鍵格點 點選V1 將播放點移到第二個關鍵格點 點選V2 按增加關鍵格點 如此就產生 和V1 一模一樣時間點的兩個關鍵格點 設定關鍵格點參數 V2的畫面 從開始播放到第一個關鍵格點間 是要讓畫面縮小為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將播放點移動到第一個關鍵格點 縮放的數值輸入33.3 也就是三分之一 按Enter 到第二個關鍵格點 也就是恢復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畫面在開始時到第一個關鍵格點 只有三分之一的大小 位置在中央的位置 到第二個關鍵格點間 會放大到百分之百 和V1一樣 我們在第一個關鍵格點按右鍵 增加緩出效果 第二個關鍵格點按右鍵 加入緩入效果 檢查V1和V2大小是否一致 可以透過V1、V2前方的眼睛圖示 來關閉或開啟V1和V2的顯示 關閉V1顯示 開啟V1顯示 關閉V2顯示 開啟V2顯示 關閉V1顯示 開啟V1顯示 看起來V1和V2的大小是一致的 會出將製作好的分割畫面轉場 會出成影片 這邊要注意的是 要點選 序列 按文件 會出 媒體 勾選符合序列設定 在輸出名稱後面 點選後 可以去設定儲存的位置 以及儲存名稱 我們將儲存的檔案名稱 設為分割畫面轉場 按存檔 按轉存 開始 會出影片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恭喜大家能夠福會圓滿 這就是我們分割畫面轉場的成果 謝謝大家的收看